你要真正想坚信 想明信坚信 那你真正要把这个道理 搞清楚搞明白 就是一切法里头 非因云非辞 这个道理在另一眼镜上 讲得很清楚 很图致 这是大乘佛法里 跟一般讲法不一样 他真坚信 执着应云神 自然神 都没有找到见到真相 在大乘佛法里头 那是第二意义 不是第一意义 第一意义里头 自然跟应云都不够得 这是第一意义 清净心中 一法不灵 你有自然是一法 有因缘也是一法 你立了一法就错了 一法不灵 也一法不识 为什么一法不识呢 法都是假的 你活必去识的 没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要反复 去念 不必去想 古人家嘛 读书千遍 其以此间 越想就越错 不想就 豁然大悟 不定什么缘 一结束碰到了 就开悟了 这个开悟 就是明心见血 佛法用的方法之妙 也是不可思议 真管用 真正帮助你开悟 尽心称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